也就是说在您的妻子44岁高龄的时候产下这个孩子的 对 他们说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跟他离婚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感觉了我俩相差年纪特别大 相差20多岁 再一个就是他现在好像他前夫老 老缠着他 他前夫跟他还有一些 这花隔是吗 他前夫老缠着他 那他跟他前夫离婚是因为您吗 不是因为我 我以前在酒店上班 太阳在酒店 我俩在那认识 就是我老逗他玩 有时候跟他要跟烟 有时候玩他手机 他也不介意 有时候他就打饭的时候 我都加他菜 他没什么感觉 我就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抱着一种玩的态度吧 那实际上当时你并不是很认真的对待这段情感的是吗 对 关于他和前夫之间 你说现在你怀疑他们之间有一些交往 妻子是怎么跟你解释的呢 他就说没有 没有谁信啊 他和他前夫 有个闺女得了一场病 得了一场大病 他照顾他家闺女去了 不管我家孩子了 就我家孩子 就晚上发高烧 发烧到四十度了 他托付给就街坊照顾去了 你知道照顾你闺女 不知道照顾我儿子 你就最起码到晚上七八点钟 你给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也成 所以你这个事情是比较有怨气 你怀疑他跟前夫之间很有联系 对 他前夫以前也找过我好几次 说过来说 你俩根本不配 你俩相差多少年龄啊 相差二十多岁 根本走不了一会儿去 等于你这次 说我是第三者插进去了 那等于你提出离婚 主要就是因为他跟他前夫 你们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好吗 简单回答我就可以 好还是不好 也是 不好 不好 对 他的态度是坚决不离 对吗 对 他的态度坚决不离 那现在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 小房的态度是现在要求离婚 但是妻子呢持反对意见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妻子是怎么说的 从两个月前 小房就一再向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 看着年幼的儿子 妻子表示对丈夫的行为完全不能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妻子上场 有请李大姐 您好 李大姐 您好 您今年是46岁了是吗 是 现在小房向您提出离婚 我不同意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因为他老怀疑我跟前夫有联系 我跟他根本没有跟前夫有什么联系 我解释半天他又不相信 他前夫的闺女就是他俩的闺女 那我俩的儿子就不算了 你等等啊 别着急 我问你啊 为什么他的前夫老在你们的生活里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你别指责他 因为他说我是他们第三者 那你是吗 不是 我以前在酒店上班 我上了半年多了他才来 他说来了一个大姐 我逗着 你为什么逗一大姐呢 不好玩工作 就是玩呗 那时候你多大呀 那时候我二十 你二十岁 对 好 那个时候您是单身的还是有婚姻 原来是有婚姻的 那个时候有婚姻是吧 对 好 哎 哎 你逗一个已婚的大姐干嘛呀 对啊 像你这二十岁的应该逗小姑娘啊 对吧 没有 我又说逗着玩玩就算了 拉倒了 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事拉倒不了 发生了什么了 你拉倒不了 最后发现他怀孕了 那会他离婚了吗 那会他 那你不就是第三者吗 他离婚了 他到底离婚还没离婚 没婚了 你哪年离的婚 我二零八年年底离的婚 二零零八年年底离的婚 什么时候孩子出生的呢 二零零零一年九月 二零一年九月 你孩子到底 七月份 二零一零年七月啊 你拿的是什么 拿的是什么 结婚证 我先看看吧 是夫妻吗 谢谢啊 这还真是 孩子若欠两岁 应该是二零一零年生的 那么是七月份生的哈 不是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号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 那也是在离婚之后 为什么跟前夫离婚 因为他是有一次呢 我在楼下看他 在看他的时候 出车里头有一女的 他还跟他拢我抱抱 所以我提他 跟他提了离婚了 那那个时候你跟小房是什么关系 是同日关系 就是朋友关系吧 那个时候你和小房还没有建立恋爱关系 对是同日关系 后来离婚以后我才跟他有恋恋关系的 那当时在一零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了一个孩子 我们看到你这个结婚证上是一零年九月份结婚的实际上是凤子成婚了对不对 是知道有了孩子以后才结婚的是吗 知道有了孩子才结婚的 怎么想的呀你是 这等于刚离完婚嘛 这又跟小自己那么多的一个男孩就交往了 你觉得当时是你真心的非常爱他 还是说因为受了前一次婚姻离婚的刺激 赶快急于找一个情感的替补呢 因为我爱他 我不是这个刺激我的男人 你是深思熟虑过了是吗 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对他来说 可能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思想会左右摇摆 你不担心吗 嗯 当时我也挺担心的 后来想就就不那个担心的 当时谁提出的要结婚啊 当时是他提出的要结婚 他反正做了一件事让我很感动 我当时在酒店上班吧 就是得了一场病 那痛的都不行了 回他家做了一回手术 我让他把我叫过来 他说我照顾你 我家嘛 现在也封人四分五裂的 我从小就是七八岁 就母亲去世了 现在嘛 就哥哥不能救救败的 就这种 嗯 最后 装上手术过来 他嘛 就给我做饭 洗衣服 反正烧水干嘛 嗯 让我 让他把 他这件事给我感动了 就是他对你照顾的很好 对 当你知道他怀孕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啊 那时候我 你高兴还是害怕 我死 我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反正 你吓傻了 对 是不是你跟他结婚跟孩子也有关系呢 对 就就因为 就因为孩子 就原本你们俩可能 尽管你很感动 他对你非常好 但是也没有到了结婚的这个地步是吗 对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你们俩当时谁主动的吧 我主动的 就是为了玩玩 哎呀 我之前就是为了玩玩 再一个就 我从家回来 他老照顾我 这一次过来 这才是真的 你 你 他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你没有考虑过吗 嗯 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我不再会离婚的 那你就说 那个孩子是你自己想留的是吧 嗯 你是想拿那个孩子 要一段婚姻是吗 是 对 要留婚姻 每晚的家庭 我这样做一个 不恰当的比喻 倒回头来 当时你怀孕了 但是他非常小 他自己觉得承担不了 一个父亲的责任 不希望要这个孩子 而且不愿意跟你结婚 你还坚持要孩子吗 嗯 这是要的孩子 你无论他怎么做 你都会要这个孩子 对 是 我想 因为我喜欢他 我爱他 所以我想让一个 可能我没有还在家庭 我想 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喜欢 我就爱他 我就喜欢他 行吧 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刚刚他们说到的 一个矛盾的中心 最新典是李大姐的前夫 那小房的一直怀疑 李大姐和前夫之间 还有一些纠葛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编导拍摄的短片 编导根据李大姐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李大姐的前夫 想要进行采访 您好 请问是李先生家吗 您们是咋的呀 我们是那个电视台的 想跟你 您好 李先生 我们想跟你聊聊 前妻的事情 您方便吗 没什么说的 那走吧 走吧 李先生是这样的 就问您前妻啊 现在和他的丈夫来参加我们节目 可能会提到您的这个事情 您是怎么看的呢 你让他们修吧 我没什么可说的 那走吧 那你现在前夫 跟你还真的有联系吗 真的没有联系 一点联系都没了 对 就因为我孩子有病那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看孩子去 嗯 可是我们俩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孩子的问题 才能让我去看孩子 我们俩根本没有 怎么解释 他也不清楚 给我那老公解释 不清楚 没有 他就老公明白 可能没有吗 那当然没有了 那有了 我就 我要有了 我说实话 我就不能跟你结婚了 没有 就是说 我家的孩子发烧 发烧到四十度了 就对 你家的婚姻得变了 你家的婚姻得变 你 你照顾你家的婚姻 不照顾我儿子 谁说我不照顾我儿子呀 谁说你照顾我 我说你已经自己结婚了 我能 能不跟你那什么吗 你去找这道 我弄这 小华我问你 结婚之后 你们俩的生活怎么样 好吗 结婚 我结婚之后 我俩老家 现在 现在嘛 反正 我都让着他 就 他 你还说谁让他 那他现在有工作吗 他现在没工作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工作了 我说有孩子以后 都没有我 一直都没有工作了 是从生孩子开始 是去年 二零 我怀了孩子以后 完了以后 跟他 跟 怀了他的孩子以后 我一直都没上班 那也就是说 二零 零九年的 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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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了他 就怀了一两个月以后 你就不在工作了 我就一周都没上班了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出去上班 你去上班 对 你一个月有挣多少钱呢 我一个月 就是两三千 现在 就挣两三千 也不够他 他娘俩花的 我现在压力特别大 是是是 为什么不工作了呀 因为还 有时候 因为我怀孕了 怀了完以后 最后孩子 只有我生完孩子以后 孩子小 没人照顾过 所以呢 我就没复权 把工作 对 因为如果家里 没有人家买 孩子小 你可以把孩子托付 给街坊照顾 你们时间上班 街坊什么呀 你看你闺女的时候 就把他批给街坊 你都不给打个电话过来 你别拿热线 说借口 来小伙子 这个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你们这婚姻 有问题了 你也别拿他 前夫当借口了 来 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觉得不太好了